我是G-Mac,我是Kyre 我其實非常喜歡在夜店表演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夜帽子 我很晚睡 我選擇夜店表演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大家已經很high了 就是你不需要 yo come on let's go let's go 其實大家已經是在那個狀態下 在那個狀態下 那我覺得其實一個表演者 最需要的是跟觀眾的互動 我很喜歡大家已經在很high的狀態 然後我也覺得哇很棒的狀態 我覺得還是不斷的在尋找 我覺得人生就是不斷的讓自己越來越好 那也許明年的我又跟現在又不一樣 so 這是一個進化 直到 直到 直到走為止 以前 你一定要透過電視 或是透過一些唱片公司 電台 才會讓大家聽到音樂 但因為現在 網路可以讓你到世界各地 你可以跟任何人合作 so一定要好好的把握這個機會 但是相對的一定會更難的成功 因為每個人都在做 所以 你一定要想到一個自己的方式 那我健身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Big Bang的太陽 我就說 man like 他可以這樣上台 然後這樣不穿衣服 就很帥 所以我也是看到 Rig Bang的實際一個訪問 然後我就說 哇 因為他的衣櫥只有幾件衣服 他都穿一樣 但他每天都在健身 然後讓自己身在很好 我說 ok you know 一定有他的意義在 所以我每天就開始去 很量自己說 ok我 哪裡可以再更好 哪裡可以再更大 然後去讓衣服可以更好看 應該也不是搭吧 應該說我不會拆下來 剛剛就跟趙燕士講說 哇我已經很久沒有拆下 這就是我的 identity 這是我每天都會帶的 即使我去洗澡 全裸的狀態 我還是會有我的食品在 我覺得只要你喜歡 這樣就好 沒有什麼限制 Be yourself you know 那也許 只是需要更多人去Be themselves 這樣會有更多人去接受 so 打破這個牆 嗯 我選一個的話 我覺得 層次感 我覺得 可以把 衣服 you know 層次堆起來 我覺得那是一個藝術 有沒有有趣的喔 其實我有嚇到 大家 那麼喜歡被掐脖子 就是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有多少搜尋 實訊 就是那種 掐我脖子 神父 掐我 我嚇到 去外面發展一直來都是我的目標 為了自己存一筆錢 然後先投資 機票 飯店 然後即使是免費去那邊表演 我也要去那邊表演 我很多事情是不會被我拿出來的 很多事情我就自己消化掉 然後 因為我覺得有些事情是不需要說的 有些事情是內裡去理解 因為一切都是從內 在 往外 那 我一切都是接受到 那我要怎麼去反應 這個是我的選擇 所以我是一個很內向的人 我很多內心的話是覺得 嗯 事情就是這樣 那我要用什麼態度去面對 這件事情 對 可以 OK 謝謝你 他 你在哪邊 你 你 有 你 想 你